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第34课了 这就是Lesson 34 A Happy Discovery 幸运的发现 这是一个在古董店里淘到宝的这么一个故事 咱们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打开书到158页 好 动作快一些 158页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Now read after me Antique Antique Fascination Fascination Forbidding Forbidding Master Master Pretentious Pretentious Labyrinth Labyrinth Mu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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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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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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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k Junk Litter Litter De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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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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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ter De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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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rish Cherish Ampli Ampli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这个大家注意 这个英语发音的前面发A 后面发A 所以英国人读成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Master 到了美语发音前面发A 后面加卷舌都说master Masterpiece 都可以 我们分别再来一遍 Masterpiece 好 再读美音 Masterpiece 都会听到 接着走 Mere Mere Prize Prize 好 159页上方还有 接着来 Carve Carve Dagger Dagger Miniature Miniature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好 这是这课书的生词短语 我们首先呢 先把重点词汇呢 跟老师先学习一下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看一下这个 令人望而生畏的 冷冰冰的 不是泛冰冰 冷冰冰的 我们大声 先跟老师读一遍 Forbidding Forbidding 不要读Forbidding 大家注意第一个发 二二的声音 轻读啊 在里面 Forbidding 令人望而生畏的 冷冰冰的 这个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动词 Forbid 本来就可以表示 什么禁止的意思 它总绑个脸 这也不让做 那也不让做 不是冷冰冰的吗 特别好记 这个不但形容人质 人质事物都可以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Forbidding place 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 一看呢 这个地方好像有些 这个冷冰冰的 门口两个大石狮子 我们一看都不敢去 还有呢 Forbidding appearance 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 冷冰冰的一个表情 巨人于千里之外 板着面孔 这个感觉叫forbidding 对吧 令人望而生畏的 或冷冰冰的 很不友好的 是指这么一个含义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多好多 比如说 不热情的 不友好的 不好客的 好多形容词 可以跟它来替换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unfriendly 这个最好记忆 friendly是友好的 加 even 代表否定字头 我们再读一遍 unfriendly unfriendly 不友好的 冷冰冰的 或者用这个词 叫welcoming 叫欢迎的 友好的 欢迎大家来 友好友善的 加 even 也是反义字头 我们再读一下 unwelcoming unwelcoming 也是表示 不友好的 冷冰冰的 对吧 再比如说 我们这个inhospitable 也是表示 不热情好客的 我们注意 这个反义词 就在右边 叫hospitable 注意不要读hospital 那是医院了 hospitable 叫热情好客的 前面那个词 叫in 反义字头 是反义词 不热情好客的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 我们再读一下 先读一下 不好客的 inhospitable inhospitable 不热情好客的 我们再读一下 反义词 热情好客的 欢迎朋友来 我们大声来一遍 hospitable hospitable 热情好客的 我们就可以说 the chinese are very hospitable 中国人民 是非常热情好客的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 到中国来玩 好客的 甚至我们可以用 它的名词形式 我说 the chinese are noted for their hospitality 中国人民 因为他们的好客 而著称 这个好客呢 直接可以把 hospitable 变成名词 好客 我们顺便把这个 常见名词也读一读 跟老师大声读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读快乐之后呢 同样这个t会轻轻周化 这个音节 在大声里面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中国人民 be noted for 老师讲 我就像那be famous for 因为什么什么 而著名 而著称 好 这是把冷冰冰的 不友好的 跟好客的相关的词汇 常见词 再放在一块记录 但是我们看到 forbidden是冷冰冰的 它有一个 另外一个同根的词 叫forbidden forbidden是现在分词 当作形容词 而forbidden是过去分词 但这个词 得翻译成被禁止的 被禁止的 我们大声再来读一遍 forbidden forbidden 读快乐之后呢 还有个鼻腔爆破 李老师说过 tun 还有dun 这个发音 读快之后 后面那个t和d 顺着鼻子就跑了 再来一遍 forbidden 就是表示被禁止的 常见搭配呢 你先the forbidden city 就是咱们北京的紫禁城 就被禁止的这个城 就皇上住的地方 其他的这个人呢 不许轻易进来 如果女的进来可以 男的进来 你得先变成太监才行 皇上的家眷在里边呢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 the forbidden city 再加上鼻腔爆破 the forbidden city the forbidden city 这紫禁城 还有那个伊甸园里的 Garden of Eden 里边那个禁果 被禁止的果实上帝不许 他们摘的下巴给偷吃了 我们再读一下 the forbidden fruit the forbidden fruit 就禁果 这可以跟那个冷冰冰的forbidden 把它做个变析气氛看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鼓起 激起 振作起 这也是生活中常见词了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Master Master 鼓起 激起 振作起 一般多跟什么勇气呀 什么力量呀 什么热情呀 跟这个搭配 咱们看看是怎么来用的就好了 Master something 既然就鼓起 激起 也经常可以加一个副字up 这个up加也行 不加也行 所以画过括号 表示用没有都可以 跟它类似的词 还有个summon summon something 或者summon up 都可以 表示鼓起 激起 振作起 同样的 有个起嘛 起来嘛 所以可以加副字up up可以去掉 我们连读一下 Master up Master up 再看后面那个 summon 再连读 summon up 鼓起 激起 振作起 咱们看看一般是怎么搭配的 比如说 Master up 或者summon up courage 这叫 鼓起勇气 鼓起勇气 或者壮着胆子 都行 还有呢 我们说 这个master 或者summon up enthusiasm 就激起热情 这个人常常是 每天皮皮答答答的 我说你做成功了 给你一个亿 它热情就起来了 我们大叔说 Master up 或summon up enthusiasm 叫激起热情 还有呢 Master up 或者summon up strength strength 叫力量 叫振作起力量 鼓起勇气 激起热情 振作起力量 这两个动词可以替换 后面同样都可以加上 副字up 也可以不加 这是这个词 常见搭配 干脆把这几个搭配 直接大声读物遍 就背下来了 就好了 好 这个master 这个重点词 我们给老师 就看它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呢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 胡乱堆放的废品 破烂货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下 Junk Junk 注意这个词啊 不是垃圾 要是垃圾的话 就只能扔掉了 这个是废品 破烂货 它还有一定的价值 你放到回收站的话呢 这个回收站还收 什么旧铜废铁 旧锅盖 什么什么 旧报纸 但是那些垃圾呢 是只能扔掉了 没人要了 是这么一个 那么 但注意 不准是垃圾 还是废品 破烂货 咱们记住 它一般都是不可数的 所以我们说 这是一件废品 一件破烂货 我们说 A piece of junk 千万不能说 A junk 咱们记住 英语啊 是一个特别精确的语言 名词 先看可数不可数 动词先看击物不击物 在这儿 是个不可数名词 A piece of junk 一件废品 同样的 我说这个壁厨里 装满了破烂货 这个壁厨 贵厨 我们在第24颗见过 叫cupboard 还记得吗 cupboard就是那个 门跟墙在一个平面 陷到墙里面的 这样一个贵词 我说 The cupboard is full of junk 这个壁厨里 装满了破烂货 打黑以后 废铜烂铁 旧报纸 拌了锅盖等等等等 都没什么价值的 这个破烂货 同时呢 这个词经常可以用它来 做定语 修饰另外一个名词 表示没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流行的词叫junk food 叫垃圾食品 其实并不是垃圾的 这东西能吃 吃饱肚子 甚至还挺好吃的 只不过呢 没有什么营养成分 对健康不好 叫junk food 还有呢 junk mail 注意食物和这个mail 这个油件 都是不可数名词 我说一封信 letter是可数的 但mail不可数 叫垃圾邮件 就是我们打开这个 这个信箱 email信箱一看 都是一些广告 垃圾邮件 叫junk 做定语 也是一个常见的用吧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词 注意不可数 叫破烂货 那么我们再看 跟它类似的一个词汇呢 经常可以替换的 就是clutter 这个词做名词来说 也是表示 没有什么价值的 破烂货啊 废品啊 我们大声读一下 clutter 也是表示没有什么价值 胡乱堆的一块的一些旧报纸啊 什么废酒瓶子啊等等等等 叫破烂货 这个词而且也是不可数的 你们就这么记好了 凡是指破烂货啊 废品啊 垃圾啊 都是不可数的就好了 这个我们看一看 第59课就会出现这个词了 咱们看一看 在264页的第三行末尾到第5行 264页 第三行最后到第5行 有这么一句话咱们看看啊 Those who never have to move house become indiscriminate collectors of what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cluttered 那些什么呢 那些从来也不用去move house 就是搬家了 不用搬家的是怎么样 就变成那些不 就不加分辨的收藏者 indiscriminate 就不加任何分辨的 收藏什么东西呢 那些只能被描述成为 是破烂货 垃圾废品的这个东西 clutter跟junk 是同一词 注意不可数名词 单独使用 好 这两个词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指破烂货 废品 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那生活中我们非要指垃圾呢 垃圾的词也特别多 咱们做个简单总结啊 这几个词都可以表示垃圾 扔掉的垃圾 我们大声读一下 rubbish rubbish trash trash refuse refuse 注意 这个词如果动词呢 读成refuse 是拒绝的意思 但名词都用refuse refuse 因为垃圾是我拒绝要的东西 扔掉的东西嘛 可以用它 甚至还可以 garbage 或者litter 这两个词也能指垃圾 但注意都是不可数名词 最后这个词先等会比较特殊 咱一会儿看 先读这个词 garbage garbage 再读这个垃圾 litter litter 这五个词都可以表示垃圾 但都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rubbish trash refuse garbage litter 当然读快了会着化成litter litter都可以 这一般表示垃圾 但是我们看到litter这个词 还可以当作动词来用 这也是本文中一个重要的用法 litter做动词叫 胡乱地堆满某个地方 它直接可以用地点当宾语了 胡乱地堆在某个地方 它后面是地点做宾语 如果是地点做主于某个地方 堆满了某个东西 它得用被动 跟它类似的做动词 就是后面这个clutter 这个clutter我们刚才在名词中讲过 它可以当作没用的破烂货 这个意思 跟这个帐是同意思 但是它做动词的话呢 跟这个litter又是同一次了 都可以表着 胡乱地堆满某个地方 这是当动词的用法 咱们看一些例子 你比方说 这个地板上 胡乱地堆满了一些杂质 扔到了地上 注意它是胡乱堆满某地 那么所以呢 它是地点做宾语 那我们可以说 Magazines littered the floor 或者说Magazines cluttered the floor 这些杂质胡乱地堆在地板之上 可以这么来说 当然这个Magazine 我用的是美式的发音 英联邦国家一般都是Magazine 但美音中注音在前面都是Magazine 这个都可以 那都可以 但是如果表示某个地方堆满了某个东西呢 因为这个地点本来做它宾语 如果宾语做主语呢 就能备用 但主语后面一般不叫by 一般加起来是with belittered with 或者be cluttered with 叫胡乱地堆满了某个东西 这个时候就用地点做这个主语 然后东西呢 做宾语就好了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在46颗里面就出现这个搭配了 在212页第23行最后 212页的第23行最后 你看这句话 他说 The garden was soon littered with chunks of metal which had once made up a lawnmower 我把这个草坪切割机 把它拆开修理 这个花园里很快就堆满了 大块大块的金属块 而这呢 曾经就构成那个草坪切割机 Lownmower就割草机 就是外国住别墅嘛 修割草坪这么东西 注意 很快堆满了 be soon littered with chunks of metal 这大块的东西 大块的金属块 就是那些割草机的零部件 好 我们借助这个帐这个词呢 把这个垃圾废品破烂货 它们的名词形式 以及相关的这个动词形式 以及它们的不可数 这个重要的要点 把它牢牢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呢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商人 这个词 是名词啊 表示商人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ealer Dealer 商人 我们知道表示商人的词啊 特别特别多 那么如果用Dealer这个词 表示商人呢 它一般有暗示 它暗示这种商人呢 是专门出售某种商品的 而且是有专业知识的 你像古董商啊 家具商啊 专门卖这个东西 而且是比较内行 它是个行家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本分钟出现的是 Antique Dealer Antique 是古董的意思 这是个古董商 古董商 外行是当不了的 外行的话 你东西不知道 这个价格不会估价 那卖东西就吃亏了 再比如说呢 家具商 Furniture Dealer 一个家具商 专门卖家具的专业 专业经营这个东西 家具商业必须是内行嘛 你说这是黄花梨的 那个是紫檀的 这是红木的 必须是内行 才能做这个 这个这种商人 所以Dealer表示 专门经营某种商品 而且是有专业知识的 这种商人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许多商人 比如说我们说大商人 大量出售某种商品的人 强调呢 做大买卖 是做商 大买卖 我们强调大商人 又这两个词差不太多 第二个词更正式一些 我们大商人里面 businessman businessman 商人 再多第二个词 merchant merchant 一般是大量 出售某种东西的人 叫大商人 威尼斯商人里边 就用的merchant 这个词比较正式一些 那么还有很多很多 一些商人 咱不妨同时来看一下 比如说咱们以前见过一个 街头小商贩 走街串巷 摆摊的 小商贩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vendor vendor 叫小商贩 春天买凉粉 夏天卖汽水 秋天卖花生 冬天卖瓜子 小商贩 叫vendor 那么retailer和wholesaler 可以同时计 retailer是零售商 wholesaler是批发商 大家可能知道retail 把一二去掉之后 这个动词就是零售的意思 那wholesale把后面那个字母r去掉呢 就是批发的意思 一个加一二 一个加字母r 是零售商批发商 大声读一下 先读零售商 retailer retailer 再读一下这个批发商 wholesaler wholesaler 这就好了 还有呢 你看supplier 这个咱翻译成供应商 供应商 就是给零售商供货的这个人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upplier supplier 你叫material supplier 就原材料供应商 那可以用它 后面那个叫销售代表 也是卖东西的 对吧 住某个地方 比如这个西门子公司 住北京的销售代表 我们再读一下 sales representative sales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 本来就表示这位代表 sales是销售吗 销售代表可以用它 还有好多好多 你比如在以前说过的 卖东西的assistant 或者美国呢 经常可以用clerk来代替 这是售货员 商店里或超市里 那些卖东西的呢 我们再读一下 assistant clerk 这是售货员 还有呢 real estate agent 大家还记得吗 咱们以前说过 这是表示房地产经纪人 卖房子的房地产经纪人 我们再读一下 real estate agent real estate agent 房地产经纪人 还有呢 grosser 这是杂货商 咱们以前见过 第二个那个 比尔维尔金斯 就是当地的一个杂货商 我们再读一下 grosser grosser 还有文具商 大家还记得吗 文具是stationary 和我们再加个字母 why 去掉那个why之后 就变成了文具商 我们大声读一下 stationary stationary 文具商 好 这个商人相关的词汇 我们跟老师就看他这里 咱们再读一下 咱们再读一下